最近热播的剧真的是一步接一步,特别是最近上映的一些国产剧,好看,但是里面有些人真的很气人,只能一边看一边吐槽,猫姐有个解决办法,就是刷各种搞笑综艺,保持好心情,然后发火,说到综艺,不得不提一下《青春有你2》,算是第一场不播的火,不仅邀请了一些大型娱乐咖啡当评委,而且里面的玩家也有一定的感觉。 这个节目真的是神仙打架,热门选手中,有余淑欣,名字叫文静姑娘,余淑欣一直很红,也参演过电视剧,甚至收获了一大批小女生,现实生活中的余淑欣,也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小姑娘,可以驾驭各种风格,余淑欣的鱼林裙太抢眼了,肩带裙的款式更轻盈,更熟悉,穿在余淑欣上真的很俏皮,很迷人,这个数字确实不错,怪不得你敢这么穿,要戴的款式总有一些成本, 但是,余淑欣搭配一件同色的粉色棉衣,真的很娘,这种衣服看似混搭风格,但技巧值得一谈,你不要把戴肩带的裙子,当成只能在夏天穿的单品。 余淑欣最后选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,很休闲,很简单,余淑欣真的是鬼马精灵,穿好看的衣服也可以,拍照的姿势也很有创意。 早春喜欢穿毛衣的小仙女见过,白色长款毛衣,搭配黑色小脚裤,含语简单,下面穿一双白色运动鞋,休闲运动风格也增加了不少。 中长款毛衣自带温柔气息,但欧美女孩也可以用来搭配,只有一双过膝靴,才能打造出性感的欧美风格。 中长款毛衣可以当失踪衣穿,一双过膝靴知性撩人,衣服款式不固定,想做小恶魔还是小天使,就看你自己了,我不知道,这么多种款式的余淑欣,你喜欢吗?